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很软弱 特别当保罗说到他自己本身的经历 罪人当中他是罪魁 在他的软弱当中看到神的钢墙 我在多年前 在还没有去英国之前 我母亲就给我个建议 其实我当牧师的时候他很不舍得 他认为他公书教学 让我刚从大学毕业 但是我就有一天跟他在Casina Park那边散步 我就想跟他说 妈妈 我决定将我的一生奉献给神 大学毕业之后我想祈祷神学 他看着我 他想哭 他拖着我的手 他可能曾经听过很多做牧师一些的故事 我爸经常跟他说 做和尚就要去化研 要去Hasic 你做牧师也可能好不到哪里去 他说我让你做没关系 但你答应我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他说是 先让你能够出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好着收入 结婚 买了车子房子这些东西都有了 你在奉献 我也不要放心 我想这个是他最大的浪步 但我说我明白做父母亲的心肠 他知道这条路 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徒 他愿意让我去度神学 已经是很大的恩典 但是他希望我能够在这方面稳定之后 才奉献 但我就跟他说 我说妈 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 所有人都将自己 认为最年华 最丰盛的那个时光段 留给自己 有谁会把最好的时间留给神呢 我说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 但我相信 我走这条路 不用担心 神的一倍 其实你问我自己有没有挣扎 我是有挣扎的 我在读神学 第三年 我Sophore year的时候 第二年 第三年 我就决定要侍奉神 在读神学 我在第三年的时候 刚好我的系主任 就介绍我到美国圣经公会 做实习 我做了前后半年 在我将要毕业之前 我这个美国 这个American Bible Society 这个在financial department 当时我是do finance的 do account的 他系主任就希望我留下 在那边帮助 但我就跟我当时 工作的主任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已经决定 我要度神学 在我系主任 在毕业之前 他还跟我讨论 他说其实这份工作 也是可以侍奉神 你在那边帮助他们 那个financial 这些很多东西 也是当作是 侍奉神的一部分 但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我的系主任说 其实你讲的也不错 但我们知道 生命中最大的投资 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是在金钱 是在生命 我想我们 我走这条路 虽然可能不做了很多钱 但起码我能够 让一些人 灵命能够去得救 我刚刚讲完这番话之后 不到两个星期 我有点后悔 为什么呢 我记得 在我考完 所有的这个test exam的最后一天 读学校的最后一天 我就从这个教室 走回我的这个宿舍 那一天 傍晚 我突然间 我想回头 我跟神说 神 我生命是你 所拯救的 是你给我一个 重新的生命 但在我侍奉之前 我希望能跟你 你给我写一下 我说 其实我在我那一班 我是最好的学生 我说就让我 我知道都神学 侍奉只要有多苦 你让我出来 我说给我十年的时间 让我赚到了一定的钱 我一般奉献给教会 当时教会要建堂 一般能够供书教学 我都神学 这会用就不用担心 可以不可以 我给我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一路走回我的宿舍 我一路这样子 就是跟对神说 我想回头 我想暂时回头 先去赚取一些 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些 基本上要用的这些费用 那天晚上我很清楚记得 傍晚 天色将暗 你懂得在上周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天 如果是没有云的话 非常晴朗 你看到很多的星系 很多的星河 他在我心里就有一句话 就问我 说泰格 这些所有的宇宙万物 是谁创造的 我就看着天 我说神当然是你了 还用说吗 另一句话就进来了 他说如果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 如果这个星和宇宙万物都是我创造的 你是要担心那些钱吗 如果你担心钱的话 钱是你主宰的话 你相信他 如果相信我的话 我不是你的神 钱是你的神 你还不配侍奉我 这句话进来了 我很羞愧 我说神啊 原来我就是那么裸诺的人 我想拥有一些东西 我想抓住一些东西 我才侍奉你 神说不是 你要抓住的 是抓住我的印象 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那一天晚上 我回去 我自己做个祷告 神 我软弱 但我相信你 读完神学之后 读完大学之后 我就马上去读神学 这是当时我和神 一个心中一个的conversation 你说可可以是一个祷告 也是一个承诺 所有永业 但要做呢 真的不简单 第二个见证 我信了神这句话 我真的相信 因为我在度神学之前 我听过很多的见证 曾经一个南京神学院 这个教授 来我们教会分享 他当时呢 他当时读神学的时候 有多穷 我在台下 我坐在第一排 我很清楚记得 他那天讲话的神情 和当时发生什么事 他说呢 他相信神 神的呼召 他就去南京的 精灵神学院读神学院 但是就带了个背包 身上什么钱都没有 存款都没有 他相信神 神就没事的供应 他说呢 在经历这一切 他说他最难过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 他说呢 他在神学院 最大的疑人的 就是打乒乓 但有一次他很难过 他穷到什么地步呢 他说穷都没关系 他说他离开家乡 好几年都没有机会 回去探他的母亲 当时又没有手机 打电话又贵 他说他穷到个地步呢 连买邮票 想写一封信 给他母亲的钱都没有 这就是他的情况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有WeChat 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电脑 当时就是写信 连买邮票 写信的钱都没有 就是他的情况 我都大学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 又听到另外一个见证 我教我ESL的 这个老师的 他的先生 刚好呢 我说吴独有 他也是住在南京 他是黑人 他在南京大学毕业 他一生想侍奉神 他太太是美籍的黑人 他是非洲 Togo国籍的黑人 两个在南京读大学 读这个pharmaceutical 毕业当他们很想侍奉神 在留在中国 一段时间回到美国 他太太就在我们 这个大学里面 叫ESL 他跟我们分享 他回到了美国 太太就希望他们两个 想一生的侍奉 他穷到什么地步呢 有个情况 他说在家里 家徒势必 找到钱就给房租 他说有一次穷到 家里只剩什么 你知不知道 只剩开水 开水龙头的这个开水 这个水 只剩下水 吃的什么东西都没了 这个阿贝多 他的这个弟兄 他说我们很爱神 那有时候我们都在问 神 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了 只剩下水 可能喝三天还顶着说 就是那么穷 但阿贝多那天跟我分享 他说 你懂吗 他在那么穷的情况之下 他还叫一些 我们读大学的这些 这些还没信主 或者信的主的 到他家寄会 每个星期五晚呢 他还要去买东西 买一些简单的一些食品 让我们吃 他说神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办 他那天呢 他就骑着 他破旧的这个摩托车 单车就往外走 他走到家族站附近 他就跟我说 他说突然间 下了一阵小雨 他就去躲去避野 他就站在路旁的时候呢 这个小雨呢 就寄水沉溪 就留下一个小河 在路的旁边 就在那一刻 他看到前面 有一张青色的纸飘了下来 他看 他说是一块吗 他说不像 五块 不是 二十 不是 一桌下来 是一张一百块美金 很开心 拿到这一百块 去超市去买东西 所以我知道 要侍奉 神的人 要凭着信心 有多难 所以那天 我对神做了个祈祷 我说神我相信你 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 我相信你一样会供应 你是一个一倍的神 在没有的地方 你会一倍 所以那一次 我就叫我的牧师 邝建和牧师 把我送到 ATA神学院 我说我去报名 他就把我放下 他就去了纽约 我就留下来 我就报名注册 我父亲 叫我渡神学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早就在意 你逮了 你走面 我都不反对你 你做什么 我都不反对你 如果你认为 这件事情 你在三十年后 想回来 你不后悔的话 你继续说 渡神学 佛学也好 什么都好 我不管 但竟然 你相信你的神 大邪呢 读书的时候 我能够支持你 但神邪呢 你就靠你的神吧 你相信神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呢 以后呢 你自己走你的路 你已经长大了 所以我去住这那一天 写的班 这些课程要拿的 最后一个section呢 就要交写费 当年 1999年 协费呢 是3500左右 3700 还不包括住宿 这些东西 但注册的这个姐妹呢 我还记得她名字 叫Christine 她就问我 她说 今天这协费 你要交多少 我这个事情 在我读神学的 三年 办理边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的家人 和我的教会 旧神知道 那天我站在那 我跟她说 其实呢 我今天呢 没有钱交写费 但我相信神 他一定会供应 加德哥说 如果你不交的话 可以 我们可以分祈福款 你可以下一个再交 我们可以跟你搭款 要还利息 我说没关系 到时一定有钱 这样子 然后呢 她就问我另外一个问题 注册了 她说 你需不需要住宿舍 因为我那时候 词报名 只剩下两间房 两间房 我说我需要 没有的话 我今天都没地方住 能不能留一个房间给我 每个月四百块 你要的话 今天给一百块定金 房间就留给你 弟兄姐妹 小生的童工 可能你也经历过这个事情 我跟她说 我说我身上 没有一百块 但我需要这个房间 她看着我 她也是上班的 她不是这样 跟她的主任交代 她就回到她办公室 跟当时的主任谈 Sherry 她十分钟左右 五分钟就出了来 她说我们神学院 破了一个例 别跟人说 看你那么有信心 我跟我主任讨论过 只要你今天 给十块美金 房子就留给你 感谢不感谢神 但他不说这句话呢 我还不哭 他说的时候 我真的要哭了 弟兄姐妹 我当时我身上一块都没有 真的没有 怎么办 我就跟她说 Christine 我想我今天 不报名了 因为你想想看 不单止协费 住宿费 西红牧师和我一起 读神学毕业的 起码要一到两万之间 我身上一块都没有 你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怎么样毕业 你怎么交协费 你靠神机 神从这个天下降下前来 没有任何人知道 结果有这个决定 我当时我就跟 我想学戴德森 戴德森就将她生命 奉献给了中国 她当时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 她有一次呢 她老板呢 就忘记给她钱 那个也忘记给她钱 她心说 我其实我可以 天功地义 我可以向我老板说 你没有给我钱 先把这个业的 这个钱给我 但是她说 如果有天我去了中国 弟兄姐妹不在 教会也不在 谁知道呢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向神祷告 所以那天 我看着她 我真的在 我不敢在她面前流泪 我就转身 我说我不报名了 我不要走了 我就在 要踏出办公室 那一步之前 其实我已经 眼泪就出了来 我说神啊 可能当时 我那个对话 从我宿舍 回到这个 我的这个 回到宿舍 那段对话 可能是我自己的幻想 我说怎么可能 我连今天住的地方 都没有 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想办法 找钱 公共电话 打给邝牧师 然后叫他 把我再 叫回纽约 就算了 我一出门口 那一步 一踏出去那一步 我看到 我以前大学 一个同学 叫Calvin 我当时是 读business 他已经是 读bible 他已经知道 他要 是奉神的 所以那天 他看到我 他就奇怪 他说 他一个 为什么 他说 其实我想 报名 渡神邪 我还没有说 他就抱着了我 他第二句话 问我 泰哥 你今晚住哪里 我跟他说 我不知道 我们有地方住 他说 放心 感谢神 我说 什么事 他说 神已经为你 预备了一个地方 我说 真的吗 怎么可能 要多少钱 他说 不用钱 我说 怎么可能 他说 这间家 有四间房 三间都 我们之前 我都认识 他说 已经住了 孩子空房 我想是 神留给你的 我说 怎么可能 他就跟我说 这间房 这间家 其实是一个牧师 在Samson Church 牧师的一个家 但牧师走了 一段时间 所以教会就认为 这个地方空着 不如帮助 一些神学生 他说 我们这三个 已经进去 还有一个房 我想是神 他说 只要你每个星期 跟这个教会 做打闸 清洁 房间里面 免费做 从那一个开始 我知道 神讲的任何一句话 不为落空 必定成就 所以那天 我拿着我的背包 幸亏我没有打电话 我就祈祷了 这个房子 住了这个 楼上的一间房 我告诉你 这间家的房子 比任何宿舍的房子 来得更好 前面一看 就是个大河 Tamping Sea Bridge 它在Huston River 很漂亮 我住在那 我坐在那那天 我拿着圣经 我一边祷告 我一边哭 我说神啊 其实在做 这间房子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有一天 有一个很傻的神学生 他很傻到 他相信你 一块钱都没有 他敢去报名 而这间家 你就是预备给他 好 住 已经暂时搞定了 弟兄姐妹 谁会我暂时不提 但吃呢 有没有吃过饿兔子 有没有吃过几下 没吃东西 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我当时马上体会到 当时在阿贝多弟兄 什么叫三穷水晶 能够吃的 就是只有剩下白开水 但我每一天都祷告 就是那个时刻 我深深体会到 为什么 主耶稣叫我们祷告 怎么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厌你的名为圣 厌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宠 行在天上 下集是什么 我们日用的饮食 你今天赐给我 每一天 每一餐 我都是要做这个祷告 很多学生不知道 但神你知道 那年 很多中国的学生 二十几位 每到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都在这个 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们的Chinese Program 有一个特别的办法 大家坐着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 说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他们都 可能 一向都他们知道 每一天吃的时候 有时候 这些生呢 有些都有家世的 像谢主任 当时已经 这是主任 一般是家牧师 几个 都坐下来 就把他们 带来的饭盒 就每一个人 就拨一点出来 放在中间 然后看到我说 泰格过来吃 我每次吃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祷告 我都流泪 他们不知道 我的情况 但我感恩 就算是有时 一粒尘 It is orange 我在拨开的时候 我说 神是你的恩典 有时候 我学生说 泰格 我们去吃个 去美东 吃这个 One dollar menu 很开心 有时一两餐 没吃二五食的 就当做是 进食祷告 有时喝些牛奶 过了两个星期 我回到家 突然间打开鞋柜 Kelvin 是我好朋友 他说 泰格 鞋柜有什么东西 你就吃 我们大家是谢的 他们都有供应 但我只是拿 但有一天 我打开鞋柜 整个鞋柜都是 食物 还有醉鸡 蛋糕 我就奇怪 他一个儿童 Kelvin 我说 这么多食物 是哪里来的 他说 教会呢 星期五 那个傍晚 刚刚有一个分宴 这次是赤胜的 我说 能够吃吗 他说 能够 因为我说 起码 一个星期 不用担心 没得吃 知道 我们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中美方 这个 姐妹呢 他在这个 Chinese program 那边做 admin 他介绍我去 帮助下面 这个厨房的 老太太 去上班 这个我们叫 Cony Kitchen 上班的时候呢 他就 这个老太太 就跟我吩咐 我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从早到晚 怎么做 但他跟我说 他说 太哥 因为你在我这边上班 这里东西 All you can eat Anytime Whatever you want 你即时来 没关系 只要你叫我做 你就绝对不会饿 我神啊 Amen 耶稣说 他是异备的神 很多这样的见证 你经历过 我经历过 但有时候呢 看到以前的 这些经历 当我在面前 又遇到 红海的时候 又遇到 山穹水晶的时候 我们就想 神啊 这次 真的可能过不了了 我去英国的时候呢 在下飞机之前 都不知道 住什么地方 因为经济有限 伦敦的房价 住房子 不比自己便宜 我当时我在想 我去英国呢 我就没有想过 要回来 我单身期 回来结婚 再把我带胎带气 我回来之后 有一件事情 是有点后悔的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 这个见证没有 求你们宽恕我 我信心真的不足 我去之前 我妈妈呢 给我个建议 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她说什么 当时是2008年 房价当时还OK 她说你去之前 你去英国 好不好 家人 各个姐姐她们 经济都允许 你去英国 可能有一天 你会回来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就帮你 付到payment 买一间房 她已经帮我 刊定了哪一间房 她说你住 这个房你就住给别人 她说 以防万一有一天 你回来 没有地方住 这房子就当做家人帮你的 Why not 但是我在想 我跟妈妈说 妈妈 我去英国 我就没想过要回来 我说戴德森 将他的五代人 给了中国人 可能我去英国 去传福音 我要给我五代 我就住在那 我不回来 所以买房子 对我来说没用 我说要买的话 你们投资 没关系 我不需要 当时我跟妈妈讲 我说神一定去以备 不用怕 发现那些事情 我需要回来 当我回来的时候 六年之后 发觉 房价呢 我不说你都知道了 已经是我经济 能够 但是我 特别是当小孩 要上课的时候 我回来 没有地方 真的没有地方 打了两个电话 有个姐妹就跟我说 一个老姐妹 她说你回来 暂时可以住在我的家 我们一家四口 她说我现在空巢了 有个大房间 一个小房间 她说你暂时可以住 住到你们找到房子为止 我打了电话 一个姐妹怎么说 打第二通电话 弟兄姐妹 这是真的见证 打了第二通电话 在谈之下呢 这姐妹就说 她说你们要回来吗 她说为什么要回来 这长话我不说 她说 我现在才明白 我说明白什么 当时我的太太 就跟她谈 我现在才明白 明白什么 后来 其实呢 我在七年买了一间家 当做投资 想租给别人 这个第七是最好的 房子又是不错的 但租了那么长时间 不是房客有问题 就是我们就认为 这房客就租不了 整年的租不出去 而我现在知道 我租不出去的 言议是什么 我们把这身房 留给你 神说没有地方 我付费你一倍 他的恩典 一定够我们用 当我们回来 住了这个老姐妹家 一个月两个月 就搬起了这个地方 非常感恩 如果要照我们计划的话 这个地方呢 还是妇人妻 消息非常好 可能你想住也想不到 但神一倍的是最好 不用怕 我还有点时间 我再讲完一个见证 我来让你知道 神所预备的 是眼超乎我们所求 所想的 这姐妹 她帮助我们两年 你知道 我当牧师十年 没有存款 没有除夕 有一次呢 我有一个会友 她买了一间新家 在她这个开幕典礼的时候呢 她就让我亲我去 非常美 非常好 我为她开心 我为她祷告 但我知道 我这一生 我们侍奉主的人 可能 很可能 没有这样的福分 彼得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但我有什么 我有主耶稣基督 两年过去 我们开始 因为这姐妹说 要帮助我们两年 我们开始要找地方 老牧师 我不知道你同工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当时想到 十年没有存款 我连租房子的钱 都没有 两年到了 孩子将要六岁 要上学 对我来说 又是另外一个不可能 但在这不可能之下 神让我们搬到了 一个新家 叫Alberson 我住进的那一天 保罗当中 哥林多前书 五章 第七节里面 有句话 for us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n for us 我们 行事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在搬 去找房子的 找了整半年一年 租 租不起 结果 他说你要稳定的收入 起码六万 九月时间 但时间要到的时候 我和周一都又开始 有点着急 但神在最不可能的之下 让我住进了这个新房 所以我就把这个经文 就贴在我们家的 这个大墙上 让我提醒我自己 神说 没有地方 我为你一杯 而耶稣所说的这个地方 不单只是在地下 你的所惜 而最好的是在你天上 最美的家 所以求求帮助我们 在任何事情 任何情况 神一顶一倍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说 多讲 但我只讲最后一件 读神学院 在考试之前 你一定要把你的 学费付清 他才让你考试 每一年 每个学期都这样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的名字 就在那里上 教授都会跟我说 Tiger 很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好学生 你很勤劳 你帮助 这个餐馆 又帮助我们的 这个Chinese Program 里面打砸 但你一定要把学位 交完 这是规则 每一次在那时刻 我都祷告 但神没有一次 让我交不到钱 神说 I will honor those honor me 你尊重神的话 神必尊重你 你信条的话 他必不让你羞愧 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们也很穷 但我们 他说人穷 心不穷 因为我们有最富足的神 这些见证 你们的见证 你们的百上 这才是真正的 能够让人知道 靠的不是我 靠的不是钱 靠的是你的信心 你踏出这步路 求神祝福 我们一起做祷告 耶稣当年你说 如果再富难 没有地方 你就为我们预备 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往哪里去 耶稣当时就发起这个问题 很多人来找耶稣 但他们不知道耶稣 要走的方向 耶稣往哪里去 他们不知道 而那是多玛就问 耶稣 你去的是什么地方 请你指示我 能行不行 当时你回答 你跟多玛说 多玛 其实这条道路 就是我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如果你要回到最好的地方 复卫你的地方 除了记住我之外 没有其他方法 神我们选择了你 其实你选择了我们 这条路 求神你自己供应 也求神你自己带领 我们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有自言切乏的时候 但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依然相信 你是一个供应的神 你是那个为我们预备的神 我们服侍你的人 我们劫不羞愧 我们服侍你的人 神你会尊重 你会奖赏 我们没有地上的奖赏 这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来自天父 你自己的奖赏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灵敏我们 加力给我们 走我们每一天的路 走我们下一步的路 将祷告 奉主耶稣得胜名之祈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